石油价格一直往上涨 它就具有经济效力 它变成提议石油的替代商品 量价等于油价 全世界经济学家 不可能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另外一个可能的替代 加拿大开采的石油 我忘了那个术语 那个石油是过去认为 一挖到这种油矿 闽南话叫共骨 就是任培煞猪 那种油含着大量的 磷青跟磷煞 劣质油框 生产这种油一桶95美元 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人要生产 生产 所以这条曲线 还没有到这么凄惨 这条曲线会慢慢的这样子滑 但是你要小心 这个慢慢滑的过程是 油价还是继续涨 油价要涨上去 才会让生殖燃油变成符合经济效益 让极端劣质的油矿变成符合经济效益 所以当你听到过去不想要用的很烂的这一口油矿 现在突然变成有经济下质的时候 你不要开心 那个是靠高油价推升上去使它 变成可以用 但是关键在只要高油价 有人就不能上船 所以还是相信我这一句话 除非全球经济一直维持在 其实全球经济就算维持在谷底石油价格还是要涨 所以油价等于两价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能再问经济学家 因为所有经济学的过去的知识全部不能用 我们在面临的是一个 不是那个科学革命那个时代 是一个经济学必须革命 政治学必须革命 农业经济学必须革命 全新的时代 我们面临的是台北市会有农雪风的时代 我们面临的是云雨带会跑到花东外海的时代 我们在一个不是叫peridium shift的时候 我们叫做after paradigm shift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 我们的situation已经改了 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在用旧时代的思维跟官僚 跟学者跟社会动员机制跟媒体 我们的一切都在过去 我们的状况通通都是过去都曾发现的 怎么办 很多所谓的替代这个替代替代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替代方案 这本书的写法就是 不用你们问我 某种替代方式可不可以 我事先都想过了 我想到替代的我就开始查论文 查完了我知道替代可能性要多高 基改会不会改变问题 我查过了那一本书告诉你们 不会 会不会有新能源来替代石油 很难 就算有不可能有效压制它的价格 我在谈的是价格 只要价格够高 就不会跨越太平洋 新能源解决不了问题 你能想的我都想过了 都期待不了 然后我租了书 而且我一出书马上建立部落格 我甚至连50515都已经不爱谈它了 高教要烂让它烂 随便你们烂 台湾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你2012选出来的总统 如果不知道 2020是多危险的状况 如果2012没有全力向2016迈进 把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掉 一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2020美国的学者叫做 Crash 飞机撞山 没有救 我们如果从2012开始 急行军全国同心协力一直拼 美国学者的研究叫做 硬着陆 Strong impact 没有人知道 今天在台北 我跟你们谈这个话题 一共只有这几个也知道 在民进场谈那个话题 很可惜 都也太年轻了 我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 我们休息10分 可不可以不要10分钟 我们休息5分钟就回来好不好 有没有觉得不方便 不方便可以稍微晚一点 我们一把话时间打话讲完 谢谢各位